大家好朋友们啊 接着跟大家聊聊这个风水啊 俗话说啊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啊 很多事啊 就是一层窗户纸 不捅不破啊 但是呢 其实说难也难 说复杂也复杂 其实也不难也不复杂 是吧 跟大家闲聊啊 其实我不懂啊 我就是什么都想聊 这个 有这里边涉及很多学问 有的人其实徒有其表 他没什么学问 就是懵事啊 是吧 这个有一个学问叫统筹学 这个涉及统筹学 还有一个叫预测学 所谓的未卜先知啊 其实 还有政治学 是吧 政治学啊 你得了解政治啊 这个国家 这个两党都快打仗了 而且不可调和 都有各自的军队 武装力量 你还往那去吗 是吧 其实什么叫风水啊 就四个字 叫趋利避害 对吧 我说的没错吧 还有军事学啊 你得了解军事常识啊 对吧 这个比如说乌克兰东部 都直接的动上手了 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 这两个州 是吧 你还往那边去吗 你不能去了吧 对吧 还有历史 你得了解吧 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 是吧 这个历史地理 你都得了解呀 比如说历史上 这个地方 比如说印度 伯帕尔惨案 是吧 伯帕尔的化工厂 发生了大泄漏 这个有毒的 极其有毒的 这个化学物质 当时就让几万人 失去了生命 后来有大量的人生病 是吧 这个遗传的问题 当地的空气 水体 土壤的污染 对吧 所以人家说了 说我介绍你去印度吧 住哪儿 住伯帕尔 你去吗 对吧 地理 对吧 这个地理就是我们周边的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啊 对吧 这个比如说了 你要买个房 是吧 这个你要居住 周围有一大山 这大山历史上发生过泥石流 对吧 台湾叫土石流 那你还去吗 对吧 你就别去了呗 是吧 这不叫趋利避害吗 有危险躲着点 是吧 这个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对吧 他没多复杂 还有测绘学 这得懂点吧 对吧 还有气象学 或者叫气候学 对吧 还有水文 对吧 这周围这个水火无情啊 虽然有水好 但是 是吧 这个水火无情啊 一个水 一个火 一个电 他要你的命啊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印度尼西亚 泰国这边 前几年 差点把李连杰都淹死的 那个 印度洋大海啸 是吧 你得 你比如你在选址 选择居住地 离海边应该有点距离 多少应该海拔高一点点 哪怕是五六十米 是吧 你不能距海边太近吧 那个印尼大海啸 是几万人 还是几十万人啊 瞬间不就把生命都丢了吗 对不对 我们活着 谁不想活得长点 活得健康点 活得安全点呢 对吧 虽然说万无一失做不到 玩的是概率 对吧 这个概率就是趋利避害 还有土壤啊 你比如说古代的那什么十三陵 十三陵为什么设在昌平啊 天寿山 蟒山 对吧 跟它的土壤有关系啊 如果周围有地下河 地下水比较丰沛 有暗河的地儿 那你这个皇际的陵墓 能搁在那吗 对吧 最简单的跟农业有关系啊 什么土壤 什么气候 是什么样的降雨量 什么样的风向 那你种什么样的庄稼啊 对吧 这农作物 所以这跟那土壤也有关系 还要有一点勘测的能力 是吧 你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什么勘探 勘测研究院 什么北京市地质勘探 勘测研究院 就在黄寺大街啊 那儿的党委书记 是我一朋友的老同学 对不对 选纸还有选纸 这里边很有学问 对不对 包括语言 你选纸的时候 你选择去某些国家 当然现在无所谓 手机里按一个翻译软件 是吧 你过去你不懂语言 你是不是很犯处啊 是吧 当然我没犯过处 我就会那么几十个单词 是吧 英语我可能就是1000个单词 西班牙语50个单词 我不怕 是吧 我从心理上没有打触 没有犯触的感觉 对吧 当然你会一种语言 你多会一种语言 那你的本事就大 就翻一倍 是不是 你就能跟人家 无缝对接 零距离的接触 他想蒙你想骗你 是吧 而且你能跟他们打成一片呀 对不对 就像我们出国前 我就让我儿子赶紧学西班牙语 所以出国前就学了九个月的西班牙语 是吧 这个你像我们有的朋友呃 带着孩子来了 跟不上 跟不上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这个出国前 你既然决定了全家来西班牙 我说你没让孩子学点西班牙语吗 哎呦 我没想那么多 那你没想那么多 那你后续那你作饼子 那你吃瓜闹 那你孩子孤立孤单 被边缘化 被人欺负 对吧 你像我们的孩子 当然个子也高 一米八多 是吧 来了很快就跟老外打成一片 这个还有个原因 因为我们家的教育是普世价值 是这个democracy freedom home rights 是吧 这个人权 民主 自由 我们家是这种教育模式 所以跟西方人 在这价值观上是完全趋同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来了之后 很快就跟老外打成一片 所以我要说的哈 还是这个风水 风水 你就要入乡随俗 你看那个王猛 后来当过文化部部长 他到新疆去之后 他很很认真的 很刻苦的学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很快就跟当地老乡打成一片 对吧 你就不容易被孤立 不容易被欺负 不容易被边缘化 你很快就融入了 在这个语言上有一个概念 叫认语不认人 什么叫认语不认人呀 你比如说我长了一个中国人的脸 但是我西班牙语说的尾六 他就认你 认语不认人 他一看你的长相 不是他们本地人 但是你的语言 他就认同你了 对吧 他跟你就能交流了 要不然的话 好多中国人在海外 又老觉得自己是 被歧视啊 二等啊 实际上跟你不会语言有关系 你看刚刚有一个朋友 跟我们家 跟我爱人啊 跟我老婆联系 人家女的就是浙江的 来了之后 一开始给自己家的表弟打工 表弟媳妇什么的 也欺负他 但是人就横下一条心 学语言 现在人家自己当老板了 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啊 人家语言好 对吧 这个客人来了 人能招呼 人挣不少钱 是不是 还有这个宗教 对吧 你比如说你害怕伊斯兰教 对吧 你觉得那些清规戒律 你接受不了 那你就别去这样的国家 或者这样的地区 这样的城市 你就躲他远点呗 对吧 咱们惹不起 咱躲得起吧 地球这么大 天地这么大 是不是 还有比如说就要有一些社会经验 对吧 你有观察吗 对吧 你昨天在这地摔一跟头 你第二天经过这 这坑还在这 你又摔一跟头 昨天摔一跟头 你没经验 或者别人给你设的套 那是吧 反复的吃亏 那就赖你自己了 还有一个学问 叫未来学啊 未来学预测学 统筹学 这些要懂一点 是吧 也是所谓的风水 啊 还有有一些禁忌 你打一比方 日本好像啊 我听说日本的那个天皇 日本的皇室 他们的徽章是菊花 是吧 可是在中国这菊花 菊花是死人的时候 是吧 布置灵堂的时候才有菊花 这就不一样啊 还有松树 对吧 在中国这个松柏 这些东西 是在灵墓里边的 比较多见 是吧 但是在西班牙 西班牙人家里边 很多人有院子的 啊 有独门独院的 家里边都种的松树啊 对不对啊 这就是 你能说谁对谁错吗 对吧 好多 你比如说 有些国家的荷花 是吧 这个这个 还有婚礼 葬礼 穿衣服的颜色 对吧 你中国人说是这个 葬礼穿黑色的 是吧 当然也有穿白色的 是吧 人老外是结婚是白色 是吧 中国人是 那个葬礼的时候 穿白的是吧 披麻戴孝 孝子贤孙 这都不一样 所以你说谁对谁错 是吧 那么这里边都有风水 对吧 你可能无意中 你就冒犯谁了 或者你怠慢谁了 或者人就对你有意见了 是吧 还有就是什么呀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 环境污染 对吧 你看我买房子 选择居住地 我特别注意 比如说周围 有没有化工厂 有没有什么印刷厂 有没有水泥厂 都要注意 知道吗 包括有些食品厂 我原来在北京顺义马坡住的时候 就那个燕京啤酒厂就经常有臭味啊 我举报了好几次啊 我是租房的嘛 但是周围的邻居很多是回迁的 我发动他们 他们都很冷漠 那就怪不得我了 对不对 我也没办法 那我搬走呗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路口 路口您别去 是吧 买房子 别买到路口 对吧 就光就光你人走路 你在路口 你得快走两步吧 路口车多 万一哪辆车失控不把你撞了吗 对吧 还有周围化工厂 对刚才说了化工厂太危险了 我哥哥原来就在化工厂 后来他的同事都被熏死了 所以我哥回家之哭 后来把工作辞了 你到北京东郊 大郊亭 化工路 郊化厂那一带 那味都不好闻啊 对吧 还有辐射 这特别厉害 是吧 原来有个邻居 那个天虹集团的 那个一个顾阿姨介绍我去那个东四环 叫东润风景 就九仙桥南边 快到六里屯了啊 他说他认识总经理 他们就是他们系统的 他们的公司开发的 是吧 但是我一看周围那环境 就有好多那个无线电发射塔 不是一个两个一堆 那房子我就不能买 没过一两年 报纸上登出来了 那小区很多人得怪病 然后你去法院起诉 法院也不支持你 在中国法院不代表公平正义 他代表谁牛逼 他就跟谁走 你是老百姓 谁理你 对吧 这不是跟那天津危险品仓库 大爆炸一样吗 既然周围有危险品仓库了 您还在周围买房子 是吧 今儿补炸 明儿补炸 早晚也得炸 还有你要选择你的邻居 是吧 你要选择你的邻居 邻居都是一帮混蛋 都是一帮素质差的人 骂骂咧咧的 这个这个抢男霸女的是吧 这个偷鸡摸狗的 都是歌厅小姐 是吧 都是一些耍钱的 就是赌博嘛 北京话就耍钱的 耍大钱的 吃喝嫖赌抽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偷的 你能跟他们在一块吗 对吧 你像我在西班牙买房子 我当时就有六七个条件 对不对 先决条件 我说这个首先我不买郊区 为什么呢 我刚来我哪都不认识 是吧 我两眼一摸黑 我不住郊区 是吧 当然我们有的朋友来西班牙 就直接买郊区了 买郊区之后 他一开始就很焦虑 因为周围人烟稀少 中国人更少 中国人都是做买卖 都集中在人多的地儿 是吧 他也不会开车 也不会语言 一开始招了一阵的急 然后我说第二 我不住市中心 因为北京 我就住在二环边上 我很烦那么多人 是吧 我岁数大点了 又不是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 快五十岁了 我就要清静 所以我说我不住郊区 但是我也不住市中心 我要住城里边 但是城里边 稍稍靠外 比较偏一点 安静的 不要那种游客 旅游区 繁华区 商业区 我不要 我就住在边上 就是老百姓当地人 过日子地儿 另外我要求 就住在当地人的地儿 外来移民不能多 什么黑人呀 什么某些特定宗教啊 我不喜欢 说实话啊 当然这不涉及种族歧视啊 别想多了 是吧 但因为我为什么 打一比方 我到西班牙来了 我周围都是其他民族的人 那我干嘛来了 对吧 我就要融入 所谓融入主流 主流社会 当然我也很清醒 我有一个概念 像我们这一辈 我跟我老婆 我们就叫浅度融入 毕竟我们在中国都生活了四十年 还要多了 是吧 那我儿子来时候才十几岁 他就深度融入 对不对 另外 这个比如说这个 还有我说 我说我不要低层的 我要高层 相对高层 为什么呢 为了采光好 是吧 低层的 是吧 他那个采光啊 各方面要差一点 另外一定要有电梯的 有的房子 老房子没电梯 还有我说这个周围啊 不能有太多中国人啊 我们这边巴塞罗那有的房子一半啊 那房子里边一半都卖给中国人了 这中国人太多之后就比较是非 就挺讨厌的啊 有时候我也去他们那找个朋友做客 有时候碰见一个人 哎呀 你来了 你是不是找谁谁谁啊 啊 谁谁谁住哪儿哪儿啊 我说你能不能不问 是吧 我去谁家啊 你能不能 是吧 你知道你也别问我 我不想告诉你 对不对 哎 就人多了 挺讨厌的 传来传去 传闲话啊 今天啊 你跟他好了吧 明天他跟你好了吧 撒香的俩臭的 厚此薄彼 互相传闲话 然后互相的彩虎 就那种挺讨厌的 然后有人叭唧 从楼上往下扔 扔垃圾 是吧 挺恶心的 但是我又提了一个条件 我自己设定的条件 我说也不能没有中国人 反正我最开始来的那个房子 就那栋楼里边大概是 我想想 大概是75户左右 就我们家一家中国人 但是楼下酒吧 就是中国人开的 你有什么事 你可以问问他呀 对吧 你去消费消费呀 那个老板娘是福建人 老板是安徽人 生了仨孩子 是吧 我也挺是非的 人家有几个孩子也知道了 是吧 他是这样 这个 你你问别人 别人愿意回答 这可以 对吧 但是你比如你问我 我就不想告诉你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不想说 是吧 比如说我住哪啊 什么什么 是吧 比如说也有一些朋友信任我 邀请我去谁家 我从来不记别人家的门牌号 是吧 我不搜集这种特定的 特别详细的信息 第二次我再去 基本上我凭着记忆 我能找到 但是你说我记忆人家 我这个挺讨厌的 是吧 还有其实 你比如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我一个朋友邻居 不是邻居 同事 他那个姓连 连结奉公的连 这个 在之前我一个同事姓李的 跟我说啊 说西方人的13不吉利 但是如果13号 再加上星期五就特别不吉利 我就记住了啊 那是我们的同事 当时在火鸟斯拉游油厂 那个我们都在业务员 都是业务部 当时我们是在天桥宾馆 就宣武区的那个北尾路 在那办公 然后那天我平常特别勤快 就那天别人都出去跑业务了 有十几个二十个业务员 我就那天就在办公室 就没敢出去 结果到下午 我这姓连的这个胳膊上就缠着绷带就回来了 胳膊骨折了 就是干了点活 搬了几箱油 就这么简单 哎 你说搬几箱油 他就能骨折 所以很多时候吧 听人劝 吃饱饭 是吧 其实最大的啊 最大的这个风水 就是善良 容忍啊 爱心 是吧 还有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了 或者说你今天心情不好 感觉疲惫 或者没有来由的 就感觉心慌啊 这个不对劲 哎 你就可以不出门 在家休息一天 是吧 还有要注意外部信息的搜集 是吧 人家说了 哪哪哪都堵车了 或者哪哪哪发生暴乱了 您还往那去吗 是吧 打一比方新疆暴乱了 是吧 你非要订一张去乌鲁木齐的机票 这就不合适 是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没多难 很容易的 好吧 这就是我的一点啊 非常粗浅的啊 就跟大家分一分析啊 这个 这个这叫什么 这个这个风水学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不难啊 大家 不要迷信啊 这里边没什么东西啊 简单的很 其实 要叫我说 没必要相信任何其他人 你自己 别做亏心事 是吧 对别人 好一点 啊 这个在金钱啊 是吧 呃 让利给别人 别把最后一个铜板 都赚到自己的兜里 是吧 在男女关系上啊 别惦记别人的老婆 是吧 媳妇媳妇 人人一份 跟自己老婆过日子 挺好的啊 不是有人说吗 啊 孩子啊 儿子 闺女是自己的好 啊 老婆是人家的好 这就是属于傻叉言论 是吧 这个 别人的老婆永远是别人的 什么的啊 还有我前些年去外地 这个去山东啊 去东北 我猜当地人的年龄 基本上都猜的非常准 啊 还有 我其实 呃 有的时候我看人也看得特别准 呃 有的时候遇见一个人 对方没说话 对方没说话 我能猜出来他哪个省的人 啊 成功了好几次 有一次有一个人 我说你安徽人吧 他都没说话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安徽人 我说不出道道来 一种直觉 还有一次在那个中关村那边 我们一堆人在那聚餐 然后是新浪 那会儿我不在新浪 在那搞这个维权吗 什么的啊 是一个一万多人的这个这个版主 啊 我们一些版主在那聚餐啊 然后就来了一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我也说不上他为什么 我说你长得像李小龙 还确实像 没说两句话 我说你是云南人 他特别纳闷 他说我 那意思你怎么猜出来了 这个我真说不上啊 还有 有一次就在北泰平庄 北泰平庄 那个北师大对面 新街口外大街胡同里 那会儿打公用电话排队 有一小矮个啊 蹲蹲蹲蹲蹲的 咱打电话 然后我说你是台湾人吧 他特别高兴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啊 他说人家都把我当成福建人广东人 是吧 后来给我名片 我还请他吃顿饭 那是一个文化人 也来大陆淘金的 来大陆混的 是吧 类似的例子很多 类似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很多 还有我们原来一个街坊 这个小孩 那个他 他妈妈是这个 他姥爷是这个 这个天坛家具公司 原来叫北交木财厂 北京最大的这个国营的这个 这个家具公司的党委书记 然后那个他爸爸是李瑞环的亲外甥啊 救助我们家隔壁那单元里 然后那个这小子挺神的 这个就是父女啊 女同志要怀孕 他能看出来男女 他给好几个人都给猜准了 像什么他的表姐啊 关键我老婆那会儿怀孕 这个 问他怀的男孩女孩啊 男孩 神着呢那孩子 所以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是吧 就是经验的总结 是吧 这个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阅人无数 之后 这些都不是问题 就是一层窗户纸 他就是迎刃而解 是吧 不要对任何人有迷信 哎呀有些人我是大师 我是像台湾 对台湾这个 有时候我也看台湾的节目 台湾那个也有风水师 他们叫命理 命理师 命理老师啊 这些命理师也有挺蓝的 也有挺绿的 有跟国民党走得近的 有跟民进党走得近的 是吧 有 有一个叫詹维忠的 挺年轻的 是吧 他是挺韩国瑜的 韩国瑜的办公室 他也进去了 还有那个小辣椒吧 前任的党主席 那女的叫什么呢 浙江级的洪修柱 洪修柱后来不到台南 跟那个民进党的王定宇 不是争那个立委吗 这个小那个谁 这个詹维忠也去了 你这个风水不行 你这沙发不对 后边应该有靠山 给挪 你这花盆 你这个绿植 这位置不对 得挪 挪半天 是吧 也没胜选 该输的还输了 是吧 该赢的也还赢了 这里边是吧 这中国人就说了 中国人把解释不了的东西 最后就归结为天意 实际上历史是有它的大趋势的 是吧 这个大趋势并不是不可解释 可以解释 说白了 任何一个社会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就是5%的精英 5%的骗子 或者是恶棍 然后90%的乌合之众 跟着混的人组成的 是吧 就是看这5% 哪5% 是好一点的 还是坏一点的 但是同样 没有绝对的好坏 是吧 所谓的好 就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迎合了多数人的正当需求 是吧 所谓坏 就是只给自己的小团伙捞 不顾及绝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 说白了 吃相太难看 好吧 谢谢